我們今天這樣子好了 你出過Emilia嗎 我出過Emilia 我們抽到了 就做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康 今天起來好久沒有跟我一起 出現在虎框的龜子 要不要抽一半上啦 因為龜子他最近喔 他除了來台北發展之外呢 還要開始發展他的一部頻道 所以我就秉持著 濟世為懷的一個精神 我暫時會就是 盡量就是 反正就是 前輩帶小雞 母雞帶公雞 不過我覺得現在大家就是 一些過去的觀眾可能會比較擔心的就是 你這個人會不會就是長起來之後 翅膀硬了就 就把你咬我一口 我是這種人嗎 大家都覺得就是大家都不是這種人 可是還是會有這種人 妳就去試嗎 我不是啊 如果我試的話 那我現在就不會跟你聯絡啦 對吧 那我們要等這一家店開 今天呢 一樣是來到了地下街 雖然在幸福那邊 小附近也有的抽 不過拍過幾次的情況呢 我覺得它燈光不太好 只要燈光最好 雖然說出來沒有在這家抽過幾個 只要燈光最好 我們抽獎放其次 重要是要把自己拍得漂亮 好我們今天 要大手筆的花了15抽了 它現在越來越貴了 所以我現在只能抽15抽了 那另外龜子呢 它還會抽5抽 它會自己 就是放在我剛才講的 它的 我的頻道 好來第一抽 今天這是一個全新盒 你會不會一開就直接就是A 看起來就中拍了 可是我錢已經解了 你知道嗎 就是 什麼什麼Lost 看起來不是那個 只要不是R開 R結尾的都不是 C賞 C賞也還可以啦 你會抽C賞欸 還可以啦 大海豹 至少不是 這是毛巾嗎 海豹 掛布 掛布 不能當毛巾啦 毛巾會被加碎 第二抽第二抽 我覺得今天還可以喔 感覺可以喔 有希望的感覺喔 真的嗎 有希望的感覺 CALL CALL結尾的 D賞 D是小模型 小小的 我覺得從零開始 這一系列都做得蠻可愛的 再來第三抽 你超好快 他這樣被CD1 等一下就 又是個口 看了又是D了 你是要把人家的小模型抽完是不是啊 他有12個 我們 有可能會抽完 留一隻給我嘛 再來第三 第四抽 副 副結尾的 玩得好像是那個 最後一個 F掌 吊飾 軟膠吊飾 第五抽 欸 有機會嗎 欸 欸 又F 又F 可是你已經有個C了欸 這個沒抽到B 就沒意義了 欸我們今天這樣子好了 你出過Emilia嗎 我出過Emilia 我出過Emilia 我們抽到 有錯 你說如果有抽到 直接一起出嗎 不管誰抽到都出嗎 嗯 也是可以啦 好啊 記底下囉 等一下 好啦這蠻簡單的 可以 哈 E賞 CDEF都有了 我想要Emilia 那你先幫我抽一下看看 你抽到給我嗎 抽到給你 F掌 我不要F掌 到這 我們整理一下 你在四個F 五個 欸四個F 兩個D 一個C 我幫你拿 這是第八抽 啊又是C D 你真的是把人家小模型抽完 人家也才12個 您湊3個 有一隻給我啦 抽不完了 這樣子抽不完了 第九 啊又是F 又是F 進來一點都跑出去螢幕外面了 不行不行 這個不行 我的運氣再 再不知道哪一次的時候就沒了 我最近都沒什麼運氣欸 是不是不應該我拿這個啊 那你放著 哈哈 第十抽 又是C C 我傻眼 C也才6個 你把人家C跟D都抽到1%了 欸B有3個欸 這個機率蠻高的 為什麼抽不到 第十一 那可能就你花的錢不夠喔 啊又是F 我幫你搖一搖 我隨運之手 你把他那個 不好的東西都搖掉 然後最後就可以抽到 來 看一下喔 第幾個啦 這2個了 剩3個 就這2個 就這2個了 我看不到 卡 你是還沒抽到1啊 1有啦 欸 我不想要4000多塊花的沒價值 啊又是F 不會啊你有2個C 3個D欸 啊又是D 你把人家D賞抽肉 3分之1欸 你要拍一下你今天戰況嗎 不要 我們等一下再介紹給各位 先讓他抽他5個 我覺得這個實驗真的沒有誰也沒有佛了 我們現在來開箱我們今天 這個 不算好也不算壞的東西 我們從最下面的開始看好了 從F掌 F掌是大家最熟悉的 軟膠吊飾 7個 你要7個全猜嗎 猜 我們要看一下 我今天拿的方法是他整盒裡面我 斜著拿 因為他橫的是5盒 直的是7盒 35個 所以他會照順續放的話我也不是很肯定 所以我就斜著拿 看各位 不重複的機具高一點 我開囉 好 拉姆 是一個 這是 小精靈拉姆嗎 他穿著那種尖尖帽 小精靈拉姆 啊我要一個 代舵 最好可以無限代舵 最好全部都是代舵 為什麼 欸他總共12個 可是他35盒 表示他一定會有些東西特別多 或特別少 我覺得Emilia跟雷姆 就一定是特別少啊 那我覺得 我覺得代舵會特別多 對我也覺得 欸 代舵 果然特別多 BASS 其實不能叫他代舵 要叫大家ROMATICCON 名字太長了啦 很難記 欸 又是拉姆 我們的SUVARU 嘻 丟掉 為什麼 廢物 SUVARU小王子欸 看了就討厭 啊那是小矮人啊 那我們那是小矮人 對啊這是白雪公主 這一個系列它是白雪公主 喔是喔 對 這個 我們的ROMATICCON 它是魔鏡 欸對欸 欸真的啊 這邊就有寫了啦 Snow White Lifer 那這個什麼 欸 M欸 讚喔 那再抽個Emilia就抽一套了 欸 又是哪一套 又是這個 這傢伙真的特別多欸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什麼 欸 我覺得 我覺得12盒裡面 這是最多的就是三個 拉姆嗎 沒有就是 可以比較多的就是三個了 所以 那個 北門的拉姆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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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 下一個是 這個是 什麼商 伊賞的這個 它應該是一個 類似故事書的東西 所以這次我們會把它稍微打開一個來看 它有五種 它寫 Chapter 1到Chapter 5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 五個小故事嗎 串在一起的 有可能是白雪公主的故事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一個 紙板 有點像資料夾 紙的資料夾 可是打開後它是 它是 就是這樣子啦 它原本是想做書的感覺 它是海報欸 這怎麼當海報 Memaria Posta The Queen had the daughter With the skin as white as snow Leave as red as blood And face as lovely as angel 這是白雪公主的故事啊 好用心 它居然是 居然是英文 它這樣子就是要你充分 嗯 沒關係 因為 好我這次拿的一個是 有一個 我們的 雷姆 你選了第幾章節 我選1跟4 然後4的話是 我們直接看這個就好了 算了這樣子 再來 下一個是什麼 C賞 D賞 C賞 好我們先看C 等一下再看D 因為D也是要拆的 C賞的話它這個是一個 掛布 掛布 因為它沒地方可以掛 可是因為這種東西 它如果是毛巾的話 就進不了了 所以它在本質上 肯定不是毛巾類的東西 嗯 它的材質看起來是掛布 我們猜一個吧 欸不猜了 這裡有支電 我一樣拿了雷姆跟拉姆的啦 我對Emilia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偏見 那我雖然喜歡雷姆 然後就想說 跟拉姆可以湊一個 所以我都是幾乎先挑這兩個 那不猜了 那就是個掛布 95X45公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的兩倍 阿宅都把這個東西掛在天花板 嗯 沒有你可以用公認機把它車起來 然後就門臉 這樣左右各一點 門神概念 好啦那最後的D賞 D賞 它是一個Q版 坐姿小公仔 總共有6種 我們有4個 它這盒裡面總共有12個 沒有 快沒了 應該是每個各兩 應該啦應該 好啦我們先開一個 我希望可以 就一樣 雷姆 那如果 嗯 有Emilia的話呢也可以 因為 就可以抽一對 不是 我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就是一個 拉姆 它是穿睡衣嗎 睡衣小精靈 是睡衣嗎 睡衣吧 應該是睡衣 因為它這個 應該就是 這一次的 沒有應該是小精靈版 只是它異色 它是白色的 沒有吧 因為這都是那個 可是它跟上面衣服一樣 一樣嗎 一樣 它只變白色的 好 隨便你說一樣就一樣 好 再一個 哎呀 是Emilia 是一個 正裝Emilia 欸你抽了好多拉姆 我今天是拉姆熟是不是啊 拉姆 粉紅色 紅色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看能不能抽一對是不是 來個雷姆 來個雷姆 北門的Emilia也沒了 接下來北門都是拉姆了 第一場都是巴姆了 還有雷姆 啊沒有 第一場都是雷姆 因為這邊已經有兩個雷姆了 兩個拉姆 所以還有兩個拉姆 所以還有兩個拉姆跟四個雷姆 哇 而且你看你的拉姆有白色跟紅色的 I don't care 可愛 唉 龜子她剛剛也有抽了五抽嗎 你自己說你抽到什麼東西 我抽了什麼 你抽到了兩個D 扣在一起的 B啦 我們等一下用這個 這個Emilia去跟她換她 我們要 你打開又沒有意思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想要看龜子她抽的B賞的開箱呢 就去她的頻道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想看更多的影片呢 想看 我很想給大家想看一番找到多點 但是我其實不太想再拍了 因為真的好花錢 齁 這樣拍下來這樣花多少錢 四千多 我不知道多少了 那以我的過去的經驗 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應該要六萬觀看 各位請努力 上一次那個學妹找我去幹嘛的那個影片 你們都看一萬三了 快到了 加油 是這樣算的好酷喔 好 路哥在... 欸 你剛剛講過了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支持小龐 訂閱小龐